各位听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爱上听书,祝大家听书愉快。 可以让天堂变成地狱,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,稍纵及世间可能就以天堂地狱之别。 早在2000多年前,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,伟大的天才总有点癫狂,伟大与癫狂之间似乎有这种隐晦的关系,像隐藏在冥冥之中的掌控者,无形但不容忽视。 生活中有很多性格缺陷的人,他们可能是不善言辞,缺乏亲和力,容易冲动等等,他们带着性格的斑点,行走在白天与黑夜之间,过着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,但是这个社会总是偏爱于外向的人,性格有缺陷的人难免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 他们生活上因为不会花言巧语而不被关注,工作上不擅长交际而不被重用,似乎是这个世界上的异类。 那么这本书就一反常态,把关注点投向于这类人,把聚光灯打向他们。 作者认为,异常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。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,就是致命与救命,冲突与秩序,善与恶等两极之间存在着一座沟通的桥梁, 普通人只要稍加尝试异类的思考方式,就能够让负面情绪得到正向发挥,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,有性格缺陷的人反而容易感到快乐,也更富有魅力。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凯文达顿,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,是响于世界的心理学家,精神病态学家。 他的父亲是精神病患者,他的至交也是患有精神病,他常常感慨自己过得太正常了。 凯文的一生专注于精神病学领域,潜心钻研近30年,为了获得真实的资料, 他把自己伪装成患者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共处一世。 他在精神病研究领域的发现,被《泰晤士报》、BBC等多家知名的媒体报道, 是英国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研究不正常人格的专家。 好了,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的概况, 那接下来,我将为你从以下三个方面详细的讲解本书的内容。 第一个重点是,精神病态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? 第二个重点是,拥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, 就一定会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吗? 第三个重点是,取得成功的七个心理特质。 好,首先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, 精神病态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? 作者的父亲是精神病患者, 在父亲去世以后,他发现了一些手写的笔记, 这些笔记是父亲的几个看护所写的, 记录了父亲在最后几个月里生活的细节。 这些内容包括7点30分让达顿先生起床, 给达顿先生做一个黄瓜三明治, 给达顿先生刮胡子等一些琐碎的事。 这些琐事当中有两条引起了作者的注意, 一个是达顿先生把轮椅推下了走廊, 第二个是达顿先生在阳台上表演了脱衣舞。 如果说作者的父亲是一个正常人, 他是不会把轮椅推下走廊, 也不会肆无忌惮地跳脱衣舞。 很显然, 轮椅和脱衣舞是精神病者的行为举止, 与之相对的是起床、三明治和刮胡子, 这些人才是正常人日常会做的事。 作者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, 一直是轮椅和脱衣舞日复一日地与起床、 三明治和刮胡子做斗争。 作者也由此意识到, 一个灵魂备受压抑的男人, 他的大脑回路和大脑细胞, 也在被绝望的无情的压抑着, 但是在紧要关头, 他会难以抑制这种疯癫行为, 继续战斗下去。 那在这儿呢有一个观点, 我们需要特别说明一下, 以免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产生误会, 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。 那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一个词, 叫精神病态者。 这个精神病态者, 它不同于精神病者。 一听到精神病态者这个词, 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连环杀手, 强奸犯, 以及潜伏的恐怖分子的形象。 其实不然, 大多数精神病态者都生活在监狱外, 他们大多出没于工作场所当中, 精神病者的标准就很难去衡量了, 因为内疚感, 回忆和共情这些概念就很难量化,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看得见的行为来判断, 以免主观意识当道。 那么精神病态者有什么不一样的细节表现呢? 对于一个精神病态者来说, 语言仅仅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, 没有感情参与其中, 一个精神病态者也许会说我爱你, 但是实际上对他来说, 这句话与我需要一杯咖啡没有什么两样, 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, 精神病态者也能够保持冷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了, 也是他们追逐报酬和敢于冒险的原因,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 他们的大脑在某一程度上开启的比我们少, 精神病态者有无畏, 自信、魅力非凡、冷酷、专注等特质, 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, 精神病态者不一定有暴力形象, 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者, 可不是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的, 事情并不是要么精神病, 要么正常人那么简单, 一个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, 并不一定会发展成精神病, 他很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, 那就是业界精英, 一位事业有成的CEO说,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一把交椅的, 两个法宝之一, 人们把成功比喻成南肯的硬骨头, 是有道理的, 通向巅峰的道路是非常的艰难, 如果你善于借助他人之力, 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, 如果你认定这一点的话, 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,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, 乔恩·莫尔顿, 对此表示赞同,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 把决断力、好奇心和镇定, 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, 前两者的价值不言而明, 但是这个镇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 莫尔顿解释说, 镇定的最有力之处就在于, 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的时候, 安然入睡, 而镇定这个词, 我们在前面的叙述当中也提到过一次, 说的是精神病态者, 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, 也能够保持镇定, 这点与莫尔顿的成功法宝之一意外相合, 在所有危机事件当中, 最有可能成功的人, 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冷静的人, 它们既能够应对突发情况, 同时又能够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,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学到一些精神病态者的特质, 是能够在一些领域助你一臂之力的, 很多与精神病态者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说, 他们的目光锐利, 眼神非比寻常, 这也是好莱坞编剧们, 在编写剧本时不会忽视的细节, 眨眼的是平衡焦虑的一个生理反应, 精神病态者眨眼的平均次数比我们略少, 那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, 据推测, 精神病态者紧盯着人看, 反映了他们强烈的捕食一般的关注, 就像世界级的顶级不可玩家, 他们会不断的从心理上捕捉他们的对手, 泄露的关键情绪, 以此来判断自己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, 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, 那除此之外, 还有一点是精神病态者没有感到痛苦, 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这种情绪, 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感觉, 而是因为当他们全神贯注于一件, 可能获得及时回报的工作的时候, 他们将所有不相干的都给过滤掉了,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显示, 精神病态谱系可能是环形的, 越过神经学上理智和疯狂的分界线, 精神病态者和天才之间触手可及, 好了, 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, 精神病态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, 那说完了第一个重点内容, 我们接下来说的是第二个重点内容, 拥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, 一定会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吗? 精神病态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, 而又瞬息万变的人格特质, 一边是魅力四射的无情, 另外一边是不可预料的冷酷, 那么发展成为冷酷那一方向的精神病态者, 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挥之不去的阴霾, 特德邦迪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, 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强奸案和连环谋杀案, 他曾经品学兼优, 样貌英俊, 运动方面也是十分的优秀, 之后进入名校学习法律, 以优异的承接毕业, 并且在政府部门工作,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 如此优秀的一个人, 他的心里却藏着一个恶魔, 他喜欢潜入校园, 杀掉女学生, 或者是邀请女学生出门游玩, 然后再加以杀害, 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, 他杀害了35名女性, 强暴过超过100名妇女, 他跟踪漂亮的女子, 在夜幕下偷窥她们, 而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 开始了强奸, 袭击和谋杀, 杀人过后, 他还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, 从外表上看, 他非常的和蔼, 而且很有吸引力, 能够唤起人微妙的不道德的想法, 他的表现中透露着野性的特征, 1975年, 他因为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捕, 而后被控告为, 美国一系列连环杀人案的嫌犯, 他曾三次被判谋杀, 两次越狱成功, 审判的时候自我辩护, 滔滔不绝, 坚信自己会无罪释放, 终于在1989年, 他在电刑椅上被处以急刑, 十年43岁, 他的故事不论在什么时候被提起来, 都会让人后背发凉, 因为德特邦迪在白天的时候, 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, 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他的异常之处, 精神病态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 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完美的伪装能力, 伪装成正常人, 过着与常人一般无二的生活, 但是他们的脑袋里, 却藏匿着恶魔的想法,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 以夜幕为掩护, 开始自己的杀戮游戏, 与德特邦迪有着强烈对比色彩的就是, 汉尼拔·莱克特, 在他八岁的时候, 德国入侵苏联, 莱克特一家为了躲避德国军队, 而来到了树林中的猎场小屋, 不久之后, 这个小屋被苏德军队战争波及, 双亲遇难, 汉尼拔与妹妹美莎相依为命, 在寒冷的冬天, 几个纳粹军队的人闯入到小屋, 由于饥饿, 他们将已经患肺炎的美莎杀害, 再将他给吃掉, 汉尼拔的心里受到了重创, 从此以后八年未开口说话,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超高的精神病医生, 精通医学外科, 另外他在古典文学和音乐方面, 也有着极高的造诣, 不幸的是, 他本人是一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, 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, 对社会现实, 也有自己独到的深刻理解, 特德邦迪还有汉尼拔·莱克特, 他们都是冷酷无情, 肆无忌惮的社会精英, 他们的情况, 与你想到的任何一份精神病态表指标相符, 这一类人并不是要吞噬社会, 相反, 他们始终冷静理性, 做决策的时候毫不掺杂个人的感情, 他们用这种方式, 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, 他们包括医生, 士兵, 间谍, 企业家, 以及律师, 那我们在第一个重点当中就说到了, 精神病态者大多生活在监狱外面, 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精神病态者与常人无异, 或许他们能够很好地调控自己的情绪, 没有像糟糕的那方面发展, 在某一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, 英国的知名教授鲍布黑尔认为, 从整体上看, 整个社会的精神病日趋严重, 人们由于忙碌, 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结交朋友缺乏耐心, 使得这个交友软件发展迅速, 一个社会犯罪团伙的大量增长, 与现代网络游戏越来越暴力, 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, 2011年, 一个17岁的男孩, 为了买一台费用高昂的电子产品, 卖到了自己的一个肾, 同年在中国, 一个两岁的孩子被两次碾压致死, 不好的事情总在发生, 并且还将继续发生, 书中就有着这样的一个悖论, 一方面, 社会暴力倾向正在逐渐减轻, 另外一方面, 社会精神病态者的人群却在持续扩大, 文化权威人士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地位以及号召力, 他们在促进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当中,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, 在过去传统的文化权威人士, 基本上都是牧师, 哲学家或者是诗人, 还有可能是君主, 但是在现阶段下的社会, 随着虚拟世界的无限扩张, 文化权威人士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, 他们可能是当红明星, 当红演员, 媒体和各路网红博主, 这些人极少将社会宣扬高尚的品德, 而是向人们宣传五花八门的精神病态, 他们中有一些人依靠着杰出的外表, 花而不实的演技, 或者说依靠着花众取宠的方式, 不得大众的眼球, 这些所造成的结果就是, 随着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松散,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, 精神病态越蔓延, 精神病态者的行为越正常, 好, 那说完了第二个重点, 拥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, 一定会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吗?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的是第三个重点内容, 取得成功的七个心理特质, 一些有伟大成就的人总会做一些超乎常人的举止, 想要详尽的了解某一方面的事, 最好是尝试一下, 去亲自经历一下,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凯文达顿进入到精神病院当中, 与精神病患者进行沟通交流, 并在拯救他们的同意之后, 把一些与他们相关的内容加入到书中, 并且从中总结出了取得成功的七个心理特质, 第一个就是无情, 人性有七情六欲, 如果被要求抹去这些东西的话, 那就有了违背人性的意味了, 显然这是大部分人所不会接受的, 作者接触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, 他在没有犯病的时候告诉作者, 人生有时候需要做最好的选择, 为了得到你想要的, 或者是事情有最好的结果, 你就必须狠一点,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魅力与专注, 精神病态者极具魅力, 而且有着很强的专注力,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, 人们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方向,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所走的路通往哪, 他们太沉迷于当下, 很容易偏离方向, 你的努力不是为了想追求的东西, 而是在追求别人认为你想要得到的东西, 具有这些特征的人通常是超乎寻常的杰出的长期的成功, 诶, 史蒂夫·乔布斯就是一个拥有专注于魅力的人, 他引领了潮流, 让人们领略到了尖端科技超越时间的深邃魅力, 第四个是坚毅, 对于部分精神病态者来说, 影响其他人的事物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, 而能够影响他们的事物, 他们也能够应付自如, 比如说命运不济, 遭遇挫折, 作为一个正常人, 你如果拥有了坚毅的特性, 无视阻碍, 将无往不利, 第五个是无畏, 书中涉及到了一个特种兵的筛选过程, 过程也非常的残酷, 甚至有一点不人道, 筛选过程通常持续几个月, 最后只录取了几个候选人, 这些候选人必须是具备无畏和坚持特质的人, 无畏需要勇气, 勇气似乎是一种天赋, 一种使人情绪高涨的兴奋剂, 拥有它, 人生道路上就会多一份精彩, 第六个是正念, 那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朋友可能会不太懂啊, 这是什么意思啊,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叫做活在当下, 人们永远在担心将来的事, 担心会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, 他们看不到眼下的情况, 也意识不到现在此刻的美好, 拥有正念能够让你的大脑摆脱焦虑, 摆脱恐惧, 理智的对待自己内心的感觉, 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, 好, 第七个呢, 是行动, 精神病态者做事呢, 从来不会拖拖拉拉, 相反, 我们普通人做事的时候呢, 总会百般的顾忌, 由于再三, 才开始做不得不做的事, 无论是职场生活还是学习生活, 执行力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, 拥有执行力, 人们通常能够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, 会比懒散的人获得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, 好, 那上面所说的七种心理特质的力量, 主要还是体现在实际应用当中, 在某些特殊场合, 肯定需要某种特质多一点, 其他特质上少一点, 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上, 可能有一种或者几种, 我们所提到的心理特质, 学习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, 把握好分寸, 以正常人的姿态,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, 好, 那以上就是第三个重点内容, 那接下来呢, 我将为你总结今天所涉及到的内容, 加深大家对这本书内容的认知, 首先我们说到了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,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,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, 语言仅仅停留在自灭意思上, 这也是他们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, 也能够保持镇定的原因之一, 他们目光锐利, 眨眼的次数比正常人少, 当然了这些他们是意识不到的, 他们在做一件有及时回报的事情的时候, 是非常专注的, 会屏蔽掉所有不相干的一切, 接着我们谈到了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, 不一定发展成精神病患者, 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, 大部分精神病态者都生活在监狱外面, 他们混迹于各大职场, 过着比普通人更加精彩的人生, 精神病态随着社会上文化权威人士团体的变化, 也在不断的扩大, 涉及的范围更广, 涉及的对象更多,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, 精神病态越蔓延, 精神病态者的行为就越正常, 最后作者深入精神病院, 与精神病患者进行沟通交流, 总结出了七个促成成功的心理特质,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, 不合群的人往往会更具神秘感, 常常会吸引更多的关注, 如果把一些精神病态者拥有的特质, 拿过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, 就会使工作效率得到提升, 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一些未知的挑战, 这本书啊, 其实它并非是枯燥无畏的学术论书籍, 而是以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态的例子进行铺陈, 行闻轻快, 有较强的可读性, 最近研究显示, 抑郁有助于思考, 更能够让人专注, 并且能够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, 人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, 记忆力比平时要强四倍, 低落的情绪让他们更加的专注, 作者也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, 人格缺陷并不可怕, 它是一把双刃剑, 正确运用这些特别的精神特质, 能够自如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。